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偷雪茄可不是一般人能抽得起的 比抽烟的危害稍微小一些 有人给雪茄下了定义男人的第一高雅品位 没见到过沈腾抽烟 他倒是经常被派到抽雪茄 私下的沈腾就是王多宇本宇 这个六一儿童节 沈腾是陪着儿子一起过的 沈腾的姐姐沈娜晒出一家人 陪沈智朗过六一的照片 小智朗皮肤白皙 长得超级可爱 是个爱笑的小宝贝 沈娜还晒出沈腾穿睡衣 在家里的照片 想来沈腾除了平时忙于工作之外 也会抽时间陪着孩子 沈腾在王牌对王牌中就说过 希望今年能够多抽时间陪伴家人 沈腾不忘回家陪儿子过六一 看来是真的准备多花时间在家庭上 沈腾姐姐还透露说 长期已经在备孕 争取生个虎妹 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哥哥 老沈家的人都希望 能够有个可爱的妹妹 后成好字 儿女双全多好 沈腾和王牌经历了十多年长跑 才修得正果 婚后二人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沈腾在外拼事业 王牌在家带孩子 两口子分工明确 沈腾说今年会多花时间陪伴家人 那就希望沈腾和王牌努力 争取能够抱个虎妹 儿女双全吧 却 沈腾说今年会多花时间陪伴家人 那就希望沈腾和王牌努力 争取能够抱个虎妹 儿女双全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